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臥蠟步驟 一個很少看到有人用的秘訣 拿一個淺色的遮瑕 在手上戳一個點 然後把它抹開 然後拿一隻細細的刷子 然後沾它 然後把它塗在臥蠟上 臥蠟瞬間露起來囉 Hi 我是Vicky 今天是一個美妝教學 好 我要教大家我平常上進的這些妝 就是一個純玉峰 看起來不會很濃 但是很上進的妝 然後裡面最有營養的四個點 第一個就是 能定妝撐好幾個小時 但是粉感剪到最弱的秘訣 第二個就是 貼霜眼皮貼的秘訣 第三個 是我那個炸裂的太陽花睫毛是怎麼畫的 最後一個就是我最自豪的 超肉臥蠶畫法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 先把我的瀏海捲上去 先把我的瀏海捲上去 好凸 我已經帶好美通了 自然款的 然後像這樣的系列 好 就等它乾 好 它現在差不多乾了 我都擦一個乳液來當妝前寶石 這麼多年以來都是擦同一罐 我成底衣是用蘭蔻持妝 然後那東西就是很容易跟各種奇怪的東西 打架 這種東西就是很保險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乳液 可以順便這樣消腫 但我昨天晚上吃了麻辣鍋 所以 它就是 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 來上粉底液 我覺得這樣子 最大程度的保留粉底液的質感 我習慣用乾的粉撲 吃了粉撲那個水分 可能會破壞粉底液的 原本完美的成分比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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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眼圈比較重的地方 我會再沾一點點 再給它補一層薄薄的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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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這時候絕對不會往上看 因為這時候眼皮上有點粉底液 我就會先趕快 趕快拿一個 這個是 Solone的單色眼影 先給眼皮趕快馬上定妝 這樣等一下眨眼睛什麼的 才不會積一條線 好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盡情的對你們眨眼睛了 然後 沒有粉感的第一個秘訣就來了 雖然等一下要上散粉 但是我會先上腮紅 粉狀的東西就是有它的定妝效果 不容易處理的地方 用腮紅來定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還是喜歡用這種火沒有刷 我就是不太喜歡用現在流行的那種點菜刷 然後這個是 很有名的雪霜珍珠 可以壓大面積的定 我其實很喜歡畫 筆頭腮紅 但我最近就比較少畫了 我發現很多男生gap到 會覺得我很像什麼 喝醉的聖誕老公公 鼻子紅紅的 明明就像小迷路 我很喜歡這種把臉整個塞滿的腮紅 然後因為它是冷掉的粉色 我喜歡給它混一點 GG的奶性色 這個 I'm Mimi的 杏仁烤奶的樣子 就沾一點點 給它打在中間 放一個阻塞掉 跟旁邊淺淺的淡粉色 就會形成一個漸層 好 噢 噢 好 沒事 我繼續 接下來就是 定妝時刻 這是我這麼多年以來都在用的 我覺得它堵住毛孔的能力實在是太好了 它是那種膚色的三分 然後我會把它敲在殼上 拿一把刷子 刷子也是手弄的 我是手弄刷子的愛好者 然後你就把它沾上去 然後就在手上 然後暈浴 它就 臉頰 臉頰周圍 不然會黏頭髮 這裡 鼻子兩邊鼻背的地方戴一下 還有眼皮的內側 把它捏起來 一點點 眼下 笑起來最容易卡現的地方 只能用一點點 薄薄的 可以把鼻液打開 然後把它粉塞進去 好 那整張臉都是乾爽的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時候 散粉是 敷在臉上 沒有溶進皮膚的 所以我會拿這個 沒什麼粉的粉撲 把它再拍乾淨一點 然後把所有的散粉 再往臉上按一遍 把它按得更緊 這可是很重要的喔 你剛上的散粉再按一遍之後 就會發現新大陸 OK 然後就已經鐵皮了 BBIA的 你的顏色很淺 不容易出錯 很自然 大家也知道 修容 只是讓你的臉 看起來不會像個 大白餅而已 不要看起來臉腫不拉低就好 然後就是BING 沒錯 我手上的BING學校刷 我們想要可愛一點 清純一點 所以這個眼窩的部分 就不用太深 可以從眼睛中間這裡開始 好 定好位置之後 開始勾眼窩 讓眼窩這樣進去 不要只直的連到眉毛上面 不然鼻子會看起來很長 眼窩 就是 欸欸欸欸欸 你在幹嘛 不行不行 小貓跟帶小孩一樣 膽親媽媽 嗯 然後鼻頭 鼻頭還是要畫一下 因為我鼻頭很肉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這樣才用比較好 下面一個U 旁邊兩個括號 但是重點就是你要暈染的自然 不可以讓別人覺得你在臉上畫了一個英文字母 好 這時候會拿出一個定妝科目 它不像有一些牌子沉膜很強 因為那些沉膜很強的牌子等你脫妝之後 可能會一塊一塊的 因為它有一層膜在 但是 因為它沉膜不強 基本上就是一個水霧 因為它可以讓臉上那個三份的粉感降低超多 然後就放給它乾 然後它現在差不多乾了 我要講一個 終極小技巧了 就是 我們笑的時候 這裡不是都會有紋路會卡粉在裡面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在化妝的過程 我會不斷的 笑出 一直笑一笑 把那個線擠出來 然後就會卡粉 你就直接用你的手指 把那些粉按開 輕輕的把它按開按開 眉毛萬年操作 Kate眉粉 還有一個Kate最淺的染眉膏 就 戳戳戳 然後就 笑笑笑笑笑 眉毛也不要拉太長 太長的話 就會顯得年紀大一點 欸你在幹嘛 Fina是不是覺得我下午都沒有陪它玩 這個要破壞 染眉膏 我還從眉尾開始 只要不要畫成那種方塊眉毛就好 你懂的 接下來就是 眼妝 Kanmake的 那個大地色 萬能眼影盤 就用白色稍微打一下底 是誰在叫喔 怎麼了 喔你怎麼了 喔這樣子喔 畫面每天都會跑去廁所唱歌 然後下眼皮 拿這個 陰影色 這個地方 這樣包回來 把你的臥蠶 包起來 這個臥蠶就會有一個包裹感 還有一個點就是 眼角這裡 你這樣上上上上上 然後把它 往外暈染一下 你眼睛範圍就會看起來再大一點 先貼雙眼皮貼 萬年好用牌子 輕薄亮眼 雙眼皮貼 抓住後面那個腳 你的皮一直往後脫 黏住 黏住後面 然後再把前面 壓上去 然後就會推一個超大的雙眼皮 第一扇子是黏掉的那層眼影粉 所以把它撕掉 我有時候可能會黏個三四遍 四五遍都有可能 畢竟這個東西 不是一次就能成功底 其實超自然的 這吧 好接下來我要畫的是 內眼線 內眼線是很重要的 但是絕對不可以用 眼線液筆 如果你用眼線液筆的話 你會看起來 有點兇 刀鋒刷啊 就是這種扁扁的刷子 像個刀一樣 然後沾 最深的顏色 那眼線畫了之後 其實眼神會差很多 總之就是貼緊你的肉嘛 然後把眼睫毛 用力按進去 就是睫毛膠會有點推到眼皮裡 然後我用的睫毛膏 這個梳子型的 艾露莎睫毛大體 要做出我那種效果 一定要用這種梳子型的 然後先給它整個都塗上 趁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拿出一個小鑷子 然後把它夾成一撮一撮的 就是因為這個睫毛大體膏 那邊是有纖維的那種 所以你看這邊乾掉之後 你在它的後段 再繼續補 它就會因為有那個纖維變得很長很長 建議是 比刷眼皮長一點點剛剛好 OK 下一個步驟 終極秘密末殘來了 好 我會先畫下至這裡 我不喜歡這裡 大家不是都在扣一段白的嗎 但我是喜歡貼著 然後再暈染開 這樣比較自然 比較符合正常人體結構 讓它有個自然的陰影就好 很像你眼睛自帶的一個影子 過彈也是 沾一下那個比較深的顏色 接下來是我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臥蟬步驟 一個很少看到有人用的秘訣 拿一個淺色的遮瑕 在手上戳一個點 然後把它抹開 然後拿一隻細細的刷子 然後沾它 然後把它塗在臥蟬上 臥蟬瞬間露起來囉 因為如果你只是用粉狀的話 常常是覆蓋力不夠的 或者是過幾個小時你的臥蟬 就變成一個髒髒的顏色 但如果你是用遮瑕 它真的是會持久一整天的 臥蟬都露到爆喔 這招真的是超好用的 我自己試出來的 很像起來 就 嗯 好 接下來拿出第二個關鍵 就too cool for school 的臥蟬筆 把它輕輕的描 有點像定妝一樣把它畫一遍 好 臥蟬搞定 好 外眼線 比如說我們的臥蟬是到這的 那就把它畫到這就行了 也是一個上下平衡 我們講究的就是像太極群一樣 陰陽調和 鋼妝帶油 柔鬆帶鋼 柔和乾淨的眼妝 接下來只剩下 最簡單的兩個步驟 一個就是 我一直有個癖好就是點字 我覺得這樣會有這種 魅骨天成的感覺 然後 我喜歡用那種鏡面唇釉 但它有個問題 也就是它染唇之後 顏色會變得很深很醜很不自然 所以我會拿一個喜歡的唇泥打底 因為這樣它就染不到你嘴唇上了 鼻孔都露出來 恩 它終於開始講得像Vicky了 打出我的最愛 Romand的 22號 一個橘中帶粉 粉中帶橘 完美平衡的顏色 為了避免口紅沾到牙齒 我有一個很不衛生 但是 很好用 的方法就是這樣 沾到手指這一圈上面 現在只能就是一個 那今天就大功告成啦 掰掰